华为NOVA8曝光120Hz加深挖孔屏 屏幕才是最大的亮点 今年4月底 华为正式发布了华为NOVA7系列新品 作为首发70985的芯片产品之一 它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不过没想到才不到5个月 网上就开始有NOVA8的消息了 根据数码博主曝光的一组华为新机的前面版图片 并表示已经完成测试和交货 根据图片来看 这块屏幕会采用双曲面设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另外这块屏幕还有两大特点 就是收挖孔和120Hz刷新率 刷孔就不多说了 肯定是为了兼顾前置拍照所设置 预计会在广角上有着不小的提升 而那个120Hz刷新率确实很有看头 要知道 华为旗下的120Hz刷新率手机 简直是少之又少 这次也是完全跟上了主流 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刷新率的需求 还需要注意一点是 这块屏幕是Oline的屏幕 而且还是国产屏幕 近两年国产在这方面的进步 大家是有目共睹 已经完全达到了主流水准 对这方面考虑到nova7 搭载的是麒麟985 nova8自然不会差 至少是麒麟985起步 不过想到目前华为的情况 我还是很担心芯片库存的问题 当然这款产品并不一定就是 华为nova8 也许是Mate40 毕竟根据曝光来看 Mate40也会是这样的前面版 120Hz加双曲面加双挖口 这个设计你喜欢吗